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名男子凌晨在他家自建的房屋当中遇害了 但警方调查之后发现死者不是被劫裁 也没有邻里矛盾 也没有感情纠葛 更没有经济纠纷 警方在锁定嫌疑人之后 也发现犯罪嫌疑人和被害者确实素不相识 那么是什么让这几个本来没有交集的生命 在这里遭遇并突发了这场悲剧呢 2014年9月21日凌晨2点50分 云南省区境市罗平县公安局指挥中心110接报警服务台 有人报警称 就在几分钟前 城区腊山街道办事处红厂院一处建房工地上 有一个男子被刺伤身亡 这是一栋民宅楼房 因为是在建中 门前屋内都堆放着不少建筑材料 一楼门口躺着的那名遇害男子 看上去有三四十岁 他身上有多处刀伤 显然是被他人所害 他遇害前发生了什么呢 在现场附近 侦察员找到了一名目击者 前女士跟受害人是邻居 他家就在现场对面 那天凌晨两三点钟 他正在自家位于三楼的卧室睡觉 突然被一阵嗷嗷的叫声吵醒 他拉开窗户向外探望 发现是对面的邻居在喊叫 他在这站着 我就问他站着一下 他也答应我说 我说啥子几道了 他跪着一叫了 我说通了几道了 他说通了几道了 等前女士和家人穿好衣服跑下楼 受伤的邻居已经倒下 浑身是血 他们打电话叫了120救护车 并报了警 然而几分钟后 救护车和警察赶到时 受害人已经因受伤严重 流血过多而死亡 侦察员了解到 死者叫吴发喜 十年三十五岁 是贵州省兴义十人 来云南多年 事发几个月前 开始修建了这栋楼房 出事前的那几天夜晚 吴发喜一直是睡在房屋的一楼 看守工地 当时在游戏在现场 给当地的群众 群众当中也造成了特别大的反响 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就被人故意杀害之时 是什么人杀害了吴发喜呢 侦察员从最初发现 吴发喜遇害的前女士那里 得到了这样一条信息 前女士说 接着路上微弱的亮光 她看到有三个人影 从吴发喜的屋里跑出来 出门左转向北跑去了 从身形上看 像是三个年轻人 那三个人很可能就是杀害了吴发喜的凶手 他们是谁 后来跑到了哪里呢 侦察员沿着他们跑走的方向 往北追查了一段路 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 更没有可疑的身影 无奈 侦察员暂停追踪 继续走访附近居民 了解更多的线索 同时对死者无发喜 以及她的房屋进行勘查 死者身上的伤口有十多处 大多是在致命的位置 此外还有几处前表的划伤 侦察员分析 受害人在受到攻击后 可能进行了短暂的反抗 因为房屋还没有建好 一楼非常凌乱 在靠近北墙的地方 有一张木床 受害人无法洗 夜晚就是睡在这里 木床以及旁边墙上有大片血迹 侦察员分析 木床应该是受害人被伤害的第一现场 从木床到门口受害人倒地的位置 中间有一条低落状的血迹 据此 侦察员对这起案件的方案经过 进行了还原推测 一开始受侵害的时候 应该是睡在窗上 休息的 应该说 他在受侵害的时候 突然就发现有人侵害他 然后就进行了翻看 然后他还用一种那种追念 这个犯罪性的过程 追到门口 他已经就是失血太多 倒下就死了 对现场的勘察 侦察员没有发现凶手留下的什么物证 甚至相应的足迹和指纹都难以提取 被听的时候 有很多的工人在里面干活 现场的足迹相当好 我们根本从技术上无法分辨 那就是这个来伸工人 那就是现场的足迹 无法洗遇害的时候 目击群众只看到有三个人影跑走了 其他再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现场的勘察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是什么人对无法洗下手呢 天快亮时 无法洗的家人闻讯赶了过来 他们能为警方提供什么线索吗 要累了嘛 心酸了嘛 等我们一过来敲了嘛 听这些样子 拆好了 我们就不给警察敲了嘛 无法魁是死者的二哥 他家就在距离现场一两公里远的地方 无法魁在罗平县做狗肉生意 十多年前 他从老家贵州新义来到罗平 后来 弟弟无法洗也跟了过来 无法魁说 弟弟无法洗在罗平先后贩卖过狗肉 开过餐馆 后来又去省会城市昆明做烧烤生意 经过近二十年的打拼 赚了一些钱 几年前在罗平买了两块地 准备自己建房 眼看着房子就要建好 没想到遭遇了不测 他们已经七十多岁的老父亲 也一直住在罗平 后来听说小儿子出世 老人很难过 侦察员也了解到 死者无法洗已经成家 妻子丁太英也是贵州新义士人 因为他们的烧烤摊生意是在昆明市 丁太英平时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昆明 无法洗遇害后 无法洗的哥哥通知了丁太英 他已经从二百多公里外的昆明在往回赶了 对于无法洗的遇害原因 哥哥无法魁是这样猜测的 当时我们就在那里面 怕是他这些公里面怕被人家抢了 无法魁说 这栋房子的主体工厂已经建好 正在装修 但一楼的门窗还没有装 弟弟晚上一个人睡在通透的一楼看守工地 他曾劝弟弟赶紧把一楼的门窗装上 但弟弟没当回事 弟弟的楼房建了六层半 花了好几十万元钱 他认为 肯定是有人觉得弟弟有钱 半夜里趁他睡着了 来抢劫他并把他杀害了 警方侦察员刚到现场时 也曾怀疑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 但很快排除了这种可能 因为屋内存放的一些建筑材料 不太值钱 也很笨重 嫌疑人不会冲着这些东西而来 更主要的是 现场并没有被抢劫的特征 钱包还在走口袋里面 里面还有钱金 银行卡 这些身份证的这些 然后他的垮宝 反正整个方面 没有被犯了过 警方据此分析 吴发喜的遇害 不像是一起抢劫杀人案 而是另外一种可能 有人显然是要置吴发喜于死地 这很有可能是因仇恨 或纠纷引发的报复性杀人 那么吴发喜有没有仇人 或者跟人有没有什么纠纷呢 吴发喜的二哥说 他们兄弟几个人从贵州到云南来很多年 从来没有跟什么人结过院 弟弟跟人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纠纷 跟周围邻居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 这一点 侦察员也从当初发现吴发喜遇害的前女士那里 得到了确认 吴发喜会不会因为情感纠纷而惹祸上身呢 吴发喜的哥哥和父亲都表示 没有发现吴发喜跟什么女人有不正当的关系 一把没有血迹的水果刀是否跟本案有关 那个刀插的那个女士那里是比较新鲜的女士 比较新鲜的插 酒店里三个住宿的客人为何深夜外出 两三个人的时间这三个人就进入了这家酒店 客人临走时丢弃了衣服 上面却有受害人的血迹 扔了这个衣服 对现场的血迹不合 第四个凶手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警方围绕杀人案件的其中可能动机进行了排查 发现受害人没有仇人 没有经济上的纠纷 也没有感情上的纠葛 那么案件接下来该如何推进呢 侦察员再次将目光聚焦在了案发现场 以及死者无发喜的身上 三个嫌疑人从案发现场往北跑走了 他们会跑往哪里呢 天亮以后 侦察员沿着嫌疑人跑走的方向又勘察一遍 现场往北大概五百米就没有了路 左侧没有路口 侦察员分析 三个嫌疑人有可能诱拐往东去了 往东这条路也很短 只有两三百米 路的尽头是一条与之垂直的南北大道 就是在这个交叉口偏南的拐角 侦察员有了发现 这是一把崭新的单刃水果刀 而且这把水果刀应该是刚刚被人丢弃在这里的 水果刀上没有血迹 一时难以断定这是不是嫌疑人留下来的 但联想到之前的勘察 嫌疑人有三个 死者身上有两种刀口 可能有一个人没有动手 这把水果刀能是其中哪个人丢弃的 如果他们的确路过了这里 他们很有可能沿着这条路往南去 侦察员沿着这条南北大道继续往南搜寻 同时留意观察路边是否有监控探头 在往南搜寻了两百多米后 侦察员发现一家快捷酒店门前有两个监控探头 分别对着门前的道路和酒店的大门 这个探头的监控录像里 是否能有意外的收获呢 在酒店工作人员的配合下 侦察员对他们的监控录像进行了回放 查看的时间段 重点是当天凌晨两点四十几分案发前后 刚开始查看 侦察员就在冲着酒店大门的监控录像里有了发现 监控录像显示 凌晨两点四十七分 有三个年轻人出现在画面里 而且就是进了这家酒店 当时进酒店的时间就是案发以后 也就是两三分钟的时间 两三分钟的时间 这三个人就进了这家酒店 从无法洗遇害的新建房屋 沿嫌疑人跑走的方向向北 经过两次诱拐到这家快捷酒店 侦察员走了一个U字形的路线 但侦察员发现实际上这家快捷酒店所在的位置 正好在案发现场的正东方向不足两百米 如果再从酒店到案发现场 就走了一个口字形的路线回到原点 无法洗遇害时有三个年轻人从现场跑走 而几分钟后就有三个年轻人出现在了不足两百米远的这家酒店 这一发现引起了侦察员的重视 那么这三个人是不是住在酒店的客人呢 侦察人员接着对酒店内部的视频也进行了查看 发现三名男子果然是住店的客人 监控录像显示 凌晨两点三十六分 三名男子一同出了酒店 十一分钟后的两点四十七分 他们回了酒店 静止上楼去了客房 这三个人深夜外出又匆匆赶回必有目的 而且他们出去的这个时间段内恰巧无法洗遇害 所以当时我们根据这个话 觉得这三个人的嫌疑有一定的嫌疑 经过对酒店入住客人信息的查询 这三个人是案发头一天 也就是九月二十日下午六点多住进来的 他们三个人开了一个房间 登记了两个人的身份证信息 其中一个人陈某是贵州盘姓 另外一个登记的姓名是陆某 四川盘主号的 经过对监控录像里年轻人的相貌 和登记人身份证照片的比对 可以确认入住酒店的那三个人中 的确一个人是贵州籍的陈某 另一个人是四川籍的陆某 第三个人的身份不明 遗憾的是 这三个人在案发的当天早上已经结账退房 结账信息和酒店监控录像显示 九月二十一日早上五点三十六分 贵州籍的陈某和那个身穿加克山体型有点偏瘦 身份不明的人先行离开酒店 早上九点三十六分 四川籍的陆某也退房离开了酒店 他们入住的房间里有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呢 侦察员来到了他们退房不久的388房间 这三个人离开以后 服务员已经将酒店已经打扫干净 酒店服务员在最后一个客人离开后 就清理打扫过房间 房间里干干净净 这让侦察员有点失望 但打扫卫生的服务员却反映了一个奇怪的情况 服务员回忆说 他在清理388房间时 房间里除了有烟头饮料瓶等垃圾 他印象深刻的是房间的垃圾桶里还有两件衣服 那些东西已经被他扔到了酒店门前的垃圾车里了 垃圾车还没有开走 侦察员立即来到垃圾车前 翻找酒店服务员丢弃的垃圾 果然在垃圾锥里发现了两件衣服 然后就看到这个垃圾车上面有那个 很新的衣服 很好的衣服丢在垃圾车里 有两件 一件棕色的甲特 还有一件白色的袖子是黑色的 经过仔细查看 两件衣服上还都有新鲜的血迹 这个棕色的甲特上 一定的地方 就那种擦拭转的血迹 然后那个背上的 垃圾车里 胸口这个地方 也有血迹 衣服上的血迹是谁的呢 警方迅速对衣服上的血迹进行检验 检验的结果 衣服上的血迹正是受害人无法洗的 扔了这个衣服 跟现场的血迹 吻合 初步可以确定 助理 垃圾这三个领客 可能 就是该案的犯罪嫌疑 案件有了重大突破 这三个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接下来 是要确定他们的去向 以及另一个身份不明的客人的身份 警方通过进一步侦查发现 早上五点多离开酒店的两个人 也就是贵州籍的陈某和那个身份不明的人 他们乘坐出租车去了罗平火车站 侦察员在罗平火车站售票大厅的监控录像里 再次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火车站售票大厅的监控录像显示 9月21日早上6点06分 贵州籍的陈某和另一个男子来到火车站售票窗口前 随后购买了两张火车票 他们买票去了哪里 另一个嫌疑人的身份是什么呢 在罗平火车站 这些疑问都找到了答案 我们进一步的朝鲜这个 实名登记购物财的记录的话 发现和陈某一起同一分钟购买火车票的人 是信留 这个人是云南保山人 都是到当天 当天早上6点多钟 到昆明 警方进一步侦查发现 那个9点多退房离开酒店的嫌疑人陆某 后来乘坐客运汽车也到了昆明 至此 三个嫌疑人的身份和去向都得到了确认 陈有胜 28岁 贵州盘县人 刘曾明 26岁 云南保山人 陆海龙 22岁 四川 攀着花人 三个人都在昆明打工 没有前科 为什么是三年人来赶他 一个是保山人 一个是四川人 一个是鬼舟人 而他把杆子都打不到一遍 三个嫌疑人的身份得到了确认 但侦察员疑惑的是 他们跟死者并无来往 也没有交集 唯一有点关联的 是死者生前也在昆明做生意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内在联系 尽管此处还有一个谜团 但眼前紧迫的任务 是嫌疑人能尽快到案 罗平警方立即展开了对三名嫌疑人的追捕工作 9月22日 也就是在案发第二天的下午5点多 警方侦察得知 几名嫌疑人出现在了昆明市的一家网吧 晚上9点多 侦察员赶到昆明 找到了那个网吧 画面中的三个人从左往右 分别是陆海龙 刘曾明和陈永胜 三个人都承认 他们于2014年9月20日下午6点多来到罗平 21日凌晨将无法喜杀害 当天早上就离开罗平 回到了昆明 三个凶手和死者素不相识 主谋另有欺人 他说是他老婆请我杀 想要他生命的人 却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 再吵架不关了嘛 不可能你会把他杀 近20载的共同生活 是什么让他心灰意朗 给我这个人感觉已经是被那种网络了 第四个凶手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三个嫌疑人到案了 但一个疑问却还一直困扰着办案人员 三个嫌疑人跟受害人的确不认识 他们为什么要置无法喜于死地呢 嫌疑人之一的陈友胜是三个人中的主谋 他说出了其中的秘密 陈友胜的交代 解答了侦察员心中的那个疑问 但这个结果让侦察员觉得有点难以置信 经过对嫌疑人的进一步询问和侦察 警方确认 他们的确是受雇于丁太英前来杀害吴发喜 而实际上 在吴发喜遇害的当天晚上 侦察员与丁太英接触时 就发现他对丈夫遇害的反应不同寻常 那种悲痛也不像是发自内心 侦察员当时对丁太英的感觉 用不太放心几个字来形容 但还没有到怀疑的程度 也没有证据 而陈友胜等三个嫌疑人的交代和指认 让丁太英的身份大转变 瞬间从受害人家属 变成了顾兄杀夫的主谋 侦察员立即赶往吴发喜的家中 此时丁太英正和吴发喜的家人一起 在那栋刚刚建好的新房中 处理吴发喜的后事 听说丁太英是杀害吴发喜的元兄 吴发喜的家人都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我又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原因 你分析可能是因为什么呀 分析的可能是吵嘴了 作为一个家庭来说 如果我们吵架 肯定是有 口口是难的面 我们再吵架不关了嘛 不可能你会把他杀掉 丁太英和死者吴发喜是一对夫妻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已经17年了 他们俩还生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那么丁太英和吴发喜的生活中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让他做出了顾兄杀夫 这样疯狂的举动呢 在罗平县看守所 记者见到了丁太英等人 丁太英说 他现在是罪有应得 他愿意接受法律应有 和丈夫吴发喜的过去 在他看来 是长长的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丁太英说 多年以来 他一直遭受吴发喜的折磨 他已经被逼上了绝路 丁太英形容自己 是严重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他和吴发喜常常会因为 一些家庭琐事争吵 每次吵嘴的结果 都是他被丈夫拿刀砍伤 丁太英说 他现在全身上下随处可见 被丈夫砍伤 留下的疤痕 丁太英和吴发喜是老乡 都是贵州新义市捧炸镇人 1996年 只有14岁的丁太英 跟几个老乡一起 从贵州老家来到云南 趋境市的罗平县 在一家饭店打工 一年之后 他认识了经常给他们饭店 送狗肉的吴发喜 吴发喜比他大三岁 因为是老乡 两个人便有了很多共同话题 几个月之后 丁太英和吴发喜的关系 迅速发展 两个人住在了一起 但因为没有到法定的结婚年龄 就没有办理结婚登记 丁太英后来也离开了那家饭店 和吴发喜一起开了一个小餐馆 丁太英说 在一起仅仅一个月之后 他和吴发喜就因为 要不要回老家看家人的问题 发生争吵 吴发喜第一次打了他 从那以后 他们之间就是两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 每次吵架都会动手 丁太英说 如果赶上吴发喜喝了酒后 下手会更重 在贵州星义市 记者见到了丁太英的母亲和弟弟 对于丁太英做的事 他们承认丁太英是太糊涂了 在老人看来 两个年轻人都是性子级 脾气爆 每次都会大打出手 他也曾劝丁太英仁义人 丁太英的弟弟丁太祥 曾经在昆明给姐姐的烧烤摊帮过忙 他说 有一次他帮姐姐说了几句话 就被吴发喜拿刀砍伤 他就顺手提起旁边 桌子上去采了菜刀 就给我脖子上一刀 脸上一刀 耳朵都刷了把面下来 然后当时他 他一时砍了就跑了 丁太英的家人都指责吴发喜 经常对丁太英实施家暴 但吴发喜的家人却是另一种不同的说法 我们打架肯定有 我们是手 动手 不是我们是用动筒子刀 动筒子板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男的 一个男的大师 他要打他 他有可能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吴发喜的二哥说 吴发喜两口子的确经常打架 但并不是像丁太英说的那样 每次都动刀子 而吵架的原因 也不全是因为吴发喜 丁太英也是有责任的 丁太英爱唠叨 常常为一个很小的事 就嚷嚷或骂吴发喜 吴发喜被骂极了 难免会发怒 吴发喜的唐哥也说 吴发喜两口打架 大多是互殴的那种 并不像丁太英说的那样单方被家暴 既然打了他老婆 这个是众人都知道的 他老婆也蛮凶的 也不是好惹人 他肯定也要还手 也要打的 尽管对是单方家暴 还是互殴的说法有分歧 但吴发喜和丁太英几乎天天吵闹 这是两方家人没有意义的 丁太英说 因为被吴发喜打伤 他曾多次去医院治疗 但他不记得每次的治疗时间和地点 没有留下病例 所以记者一时也难以去调查求证 丁太英说 他以前也报警求助过 警察过来调解一下就走了 他也曾想过起诉跟吴发喜分手 但咨询了律师后 说他们没有办理结婚证 是不需要去法院起诉离婚的 他们只要协商好 就可以自行解除同居关系 但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也因为财产等问题协商不好 便不了了之 但丁太英下定决心要离开吴发喜 在这次事故发生的两三年前 丁太英开始尝试离家出走 2012年下半年 丁太英认识了一个在昆明打工的网友 便离开了家 一个月后被吴发喜找到带了回去 2013年 丁太英偷偷去了江苏延城 吴发喜知道后又追了过去 他讲如果说你不回去了 我就在这个地方 我就在这个地方 我也就在这个地方 我就不相信你 你不用身份认 一旦我吵到你在哪里 我就自己会 我不但跟你死 我还跟你来家人全部死光 丁太英说 吴发喜对他软硬间时 威胁他的同时 又保证以后不再打他 他这才跟吴发喜回了昆明 但回来之后 吴发喜非但没有改 下手一次比一次重 一打架一吵架 他就是吵死来打 然后给我这个人 感觉已经是被那种忘记了 是单方家暴还是双方责任 两家人说法不一 他就顺手提起旁边桌子上 七菜的菜刀 就给我脖子上一刀 脸巴上一刀 他老朋友蛮凶的 也不是好人 他肯定也要还手 也要打的 争吵暴力 已经成为这个家 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想要摆脱这个家 他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不是要不去 自己给他杀掉 这个是我讲的 第四个凶手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陈有胜是丁太英 在2014年上半年 认识的一个网友 陈有胜是昆明一家 KTV夜总会的保安 没有结婚 比丁太英小四岁 在网上认识两三个月后 丁太英和陈有胜见面 并发生了关系 陈有胜给丁太英的感觉 是很温暖 因为常年那种十七八年 自己的丈夫对自己也不好 他给我一种很亲戚的感觉 反正他对我很好 陈有胜很快成了丁太英 情感的依靠和倾诉的对象 可能是他对我的信任 所以他跟我说这方面的事情 但是我也是 我也是劝了 陈有胜说 他曾安慰丁太英 劝他想开点 但根本无济于事 丁太英心中的怨恨 积压得太深太久 2014年5月的一天 丁太英突然向陈有胜 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说要不你可以帮我教训 他说好 我说 我说他说 没有教训到那种程度 我说 我说把他那个 给他整残废的 我说他逗我这样的 我说太太这么 十多年 我说十多年了 天天都是不打就是骂 我说我过这种生活 我也过够了 当时我还劝他呢 我说没得比 他坚持 他说不行 必须要教训 丁太英说 为了让陈有胜请人 教训吴发喜 他先后给过陈有胜 一万八千元钱 加上平时在他身上的 一些花费 一共有三万多元 就在丁太英和陈有胜 预谋教训吴发喜期间 丁太英说 可能是因为自己 前两次出走的经历 吴发喜对他的虐待 开始变本加厉 丁太英的这个说法 已经无法从死者无发喜那里 得到求证了 丁太英说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对陈有胜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说他对我现在是义的 我说要不就直接给他杀掉 我就讲 这个是我讲的 当时我有个想法 我就觉得这个人疯了 不是这种想法 他也太疯狂了 他认为就是说 别人早要对他 他早要对别人 是这种意思 他一直包坏 你包人的意思 他这个臭闻 已经胜过他的理智了 丁太英的态度很坚决 陈有胜觉得不可理喻 但他说 已经难以拒绝丁太英了 因为当时给钱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关系 非常的好 按照关系方面来说 再加上当时我们生活有困难 他给我们钱 也就是支持我们生活 2014年9月初 陈有胜带了一个朋友 从昆明赶往罗平 那段时间 吴发喜在罗平新房的工地上 出发前 丁太英把吴发喜的位置和活动规律 给陈有胜做了介绍 这期间 丁太英和陈有胜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这是警方后来调取的 他们的QQ聊天记录 2014年9月1日凌晨4点50分 丁太英给陈有胜发信息说 安全第一 要注意怕他身有刀 别的我不管 你一定要安全回来 我就不多说了 亲我爱你 下次我就不叫亲爱的了 你是我最爱的老公 9月7日下午 丁太英在信息中说 老大晚上可以干活了 目标来了 9月8日上午10点多 丁太英说 他人到地方没 有机会就做了 时间耗长了不好 两天内干了回来 我也好安心做生意 平安归来 像这样的信息还有很多 这些聊天记录 也是法院后来认定 丁太英 故请陈有胜等人杀害 无发喜的重要证据之一 就是他们俩发了很多 暧昧的短信 然后发信息去告诉 陈有胜这个被害人 无发喜在什么地方 整个描述 他晚上会睡在什么地方 然后陈有胜按照指认的地点呢 就去找到了 无发喜之后 把他杀死 然后短信下面都能够反映出来 到什么地方 做了什么事情 2014年9月初 陈有胜赶到罗平那次 因为无发喜的新房中工人很多 陈有胜没有找到机会下手 于是待了几天后 就返回了昆明 从两人的聊天记录中 可以看到 他们说话的语气很暧昧 丁太英也称呼陈有胜老公 对此 无发喜的家人认为 丁太英就是因为有了外遇 想要谋害丈夫 独占家里的房子和钱财 然后和陈有胜在一起生活 对此 丁太英和陈有胜是怎么说的呢 不 我主要是 主要我先就讲了 因为毕竟他小我几岁 我根本就不相信这种 因为就是说 我觉得爱护派系生活这么多年了 已经在他的已经实习性下了 这种其实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这样根本不发生化 绝对不可能生活的 无法生活了 你找不着理由跟他在一起生活 我自己都找不着理由 警方在侦查期间 也对丁太英和陈有胜的作案动机 进行了调查 侦查员认为 案件发生后 如果没有侦破 不排除丁太英和陈有胜 会以某种方式生活在一起 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约定 要在事情办成之后 结为夫妻 其实有雇佣的一种关系在里面 还有一种就是 陈某想和丁某 在保持一种地下的情人的关系 在里面 第一次下手没有成功 2014年9月20日下午 陈有胜又约了两个朋友 刘曾鸣和陆海龙前往罗平 在无法喜的新房子附近 找一家酒店住了下来 伺机下手 刘曾鸣和陆海龙两人 也是在昆明打工 当时正没有工作 21日凌晨两点多 他们将睡在一楼的无法喜杀害 非常费费 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应该发生 跟我是不可能有关系 它偏偏要出现 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 已经成为事实的 我们应该参谈 2015年3月12日 丁太英 陈有胜 刘曾鸣和陆海龙四人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提起公诉 法庭审理期间 丁太英惦解说 自己也是遭受家暴 忍无可忍 才对丈夫起了杀意 他的代理律师也认为 按照2015年3月 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 共同发布的 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 犯罪案件的意见的精神 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 在激愤恐惧状态下 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 或者为了摆脱家庭暴力 而故意杀害 伤害施暴人 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 具有明显过错 或者直接责任的 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如果手段不是很残忍 情节不是很惡劣的 他甚至也会认定为是情节 较轻的这么一个程度 那么根据刑法规定 如果是故意杀人 情节较轻的 他会在十年有基础性以下来量刑 区境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过开庭审理后认为 这起事件虽然是因 丁太英遭受无法洗的 暴力伤害引起 可以酌情从宽处理 但丁太英 顾情陈有胜等人杀害无法洗 这更符合一起 典型的雇凶杀人的刑事案件 法院最终认定 丁太英和陈有胜两个人都是主犯 刘曾鸣和陆海龙是从犯 根据他们的犯罪事实和危害后果 判处丁太英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陈有胜死刑 刘曾鸣无期徒刑 陆海龙有期徒刑15年 案件还在二审当中 丁太英和丈夫无法洗 有两个孩子 大儿子小祥14岁 二女儿小林11岁 对于两个还未成年的孩子来说 两天内失去了两个最亲近的人 幼小的年龄就承受着内心巨大的伤痛 父亲遇害后 叔叔把他们送回了贵州星义市老家 暂时住在一个姑姑家中 这间蛋糕房就是姑姑开的 小林刚刚小学毕业 对于父母的关系 他只知道经常吵架 别的也不知道怎么说 哥哥小祥已经在上初中 对于父母的矛盾纠纷 他因为年龄大些 所以也有更多的想法 小祥说母亲爱唠叨 尤其是近几年 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母亲吵起嘴来也是不依不饶 有时会吵一两个小时甚至更久 他在一旁看在眼里 感觉是母亲想要故意激怒父亲 对于母亲说经常遭受家暴 小祥有不同的看法 小祥和妹妹小林最后表示 尽管对母亲的做法不理解 但母亲毕竟给了他们生命 他们不敢轻言恨哪一个人 他们说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他们希望父亲和母亲不要再吵嘴 不要再打架 他们一家四口 在一起能快快乐乐的度过每一天 屈教授 司法机关最终认定 妻子是雇凶杀人 而不是像他和律师所说的 是在遭遇家暴的时候杀害了丈夫 您怎么看这种认定呢 那么这两个四事出入很大 因为雇凶杀人就意味着一个用钱去购买了一个杀人的这样一种犯罪 那么这样实际上就是一个故意杀人了 如果真的是在家暴的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通常会说 他这种杀人可能有一定的防卫因素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可能法律会给他一个说在犯罪的原因上 还有可原谅的地方 那么这两个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妻子说自己是被丈夫打 但是丈夫的家人还有孩子说 他们是互相打架 现在丈夫已经死亡了 那么妻子身上的伤痕是可以看到的 那么妻子身上的伤痕 是否会成为司法机关重庆的考虑呢 如果能够认定他的妻子始终受到一个家暴 而且属于家暴的受害人的角色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颇有无奈 试试这样一个犯罪行为 通过杀人摆脱这种困局 那法律当然还会说你是杀人 但是在量刑上会给他一个比较轻的判处 通常情况下在三年到十年当中进行考虑 那我们再看那个片子 从反应来说 司法机关其实并没有确定的认定说 这个案当中存在一个家暴的情况 他还是认为夫妻之间经常会发生矛盾 发生口角 进而发生一些这个字体上的冲突 所以综合考虑权案呢 还考虑了七次 他不仅就顾兇了 他还参与了很多 就是说参与催促啊 然后这个提供这个 他丈夫的这个这个行踪啊 所以说他的作用还是比较大 所以最后呢 可能反应综合考虑的情况 给他了一个死刑 但不执行 给他缓期执行的这样一个判决 嗯 呃 妻子说呢 曾经遭受过丈夫家暴的时候 也去报警 警察来之后发现呢 就这样一个两口子打架 就是家庭纠纷 就不做这种违法的处理了 那么这种情况在民间好像很常见 你怎么看这种处理的方法呢 呃 目前这个问题呢 确实在农村地区 或者在一些比较传统的地区啊 呃 传统观念还是比较重 因为通常认为是一个家庭 夫妻之间的事情 那么警方不愿意过多的去介入 那么这个可能还是一个 我们目前执法并不完全统一 那未来其实呢 如果发生家庭的冲突来讲 警察还是要更多的一些介入 比如说甚至是将他们分离 那么另外呢 因为法律它又不能够完全说 它总要回 又要回到一起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可能还需要寻求像邻居啊 亲人 他的这个亲朋好友 也包括社会组织的这种帮助 那可能需要多角度的去做这个工作才可以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这个妻子在之前 不去做这样疯狂的举动 在这之前 他应该做些什么 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 这样的其实 他丈夫之间冲突已经很多了 那么其实他应该去冷心的判断 双方也在沟通 他到底能不能继续在生活在一起 因为他们这两个夫妻关系 是一个事实上的婚姻关系 并没有去登记结婚 这种事实婚姻关系的解除来讲 并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 可能他们政见会有些 金钱关系 也会有一些这个子女的抚养问题 这些问题都在法律上 都并不难解决 就他们两个离开来讲 因为这个事实婚姻关系 并不受法的一些保护 所以他其实女方来讲 他可以完全不必要 采取杀人的方法 摆脱这种局面 所以可能这种选择 还是一面自杀 对 这个方法就到 这是一出家庭悲剧 家庭出现矛盾之后 夫妻一方用了极端暴力的方法 去处理它 解决它 结果落得了个家破人亡的局面 如果家庭出现矛盾 我们应该用客观 理智 冷静的方法 去处理它 只有这样 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只有这样 才能让家庭 步入生活的正轨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屈心九教授 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再见